欢迎来到FIN TV 我是阿芬 我是Mu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心目中觉得最好用的 5只宝可梦 那这边补充一下哦 我们觉得好用的 并不是像火箭队一样 把宝可梦当作工具这样利用它们 而是 我们真的把宝可梦当作伙伴 当作朋友 然后它能够在生活中帮助我们的部分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Go 那你先和大家分享你的第五名好了 我的是这个 第五名 你知道这什么是什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这是木木枭 那它有什么特殊能力你会把它排在第五名 它可以无声靠近对方 然后 它可以帮我偷东西啊 你知道 这是犯法行为 才怪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确定 但它又很治愈 这个看起来还好啊 你看后背那只 它脸不是长这样吧 一模一样啊 屁耶 完全不像 那你的我已经碰到了 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最好用的第五名的宝可梦 这是我的第五名宝可梦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喵喵吧 没错 尾巴是长这样吗 应该是吧 我印象中 尾巴是长这样啊 我印象中就长这样啊 那为什么我喵喵会排进我的第五名呢 排标很烂耶 明明就很好 它超好用的 我和大家分享 有玩过本传游戏的玩家就知道 喵喵有一个独特的技能 巨宝弓 这招绝招的功用就是 喵喵会向敌人丢金币 也就是说 喵喵能够无中生有 胜出钱来 你这比较妥欸 我这次正当的方式拿到钱 你那个是去偷钱好不好 啊这还可以很治愈呢 没有没有 还不错啊 喵喵可以当家猫啊 啊它可以软软的摸她腿 猛到不行 哪一支比较好用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一定要从我的 好 你看这个眼睛 你跟大家分享 你的第四名是谁 登登登登 这是谁啊 这是 你有看过它吗 这是宝可梦吗 你确定吗 这可能大家有看太阳月亮 可知道是谁吧 这看起来很像 买饮料上面的那个吉祥物啊 这到底是谁啊 它本体只有这里呢 那其他是什么 这个是它的划圈 这个 这个叫做花疗环环 花疗环环 对 它拿着这个花圈 然后就是可以 它就会套住你 然后你就会被治疗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它可以治疗外伤欸 可是它可以 这样 就变得很开心是不是 就是心里上 会得到治愈这样 而且它又很萌 你可能上班回家 这样 太累了吧 然后看到它 就这样 懂吗 大家要有一只这个 那换我分享我的第四名 好用的宝可梦了 我的第四名就是这个 大家认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阿朵拉的那个 驴马 屁 这是我们的第二世代的神兽之一 水军 水军长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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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是它那个紫色那个飘的那个 水军不是长得很美吗 然后就四只脚嘛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只宝可梦被排在我的第四名 有看过我们雪拉比剧长版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水军有一个特殊能力 就是它可以净化所有的水源 它碰到一下的水都会变得非常的干净 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缺水的地方 没有干净水源的地方 就非常缺一只水军 它只要碰一下那个水 不管是多脏 都可以马上变得清澈 可是我觉得我的比较疗愈耶 那大家投票 究竟是水军比较有用 还是花梁环环比较有用 你很会话耶 它是鸟耶 怎么可能有人认不出来是水军啊 怎么可能有人认不出来是水军啊 我都好可怜 好啦 第三名 好你和大家分享你的第三名宝可梦吧 我知道这是谁 我知道这是谁 我觉得画得很像耶 那个脸 西盘魔偶 它叫西盘魔偶吗 不然它是什么名字 它不是叫 魔墙人偶吗 那是以前 台湾的翻译叫做西盘魔偶 那现在因为任天堂有给我们中文 官方的翻译 叫做魔墙人偶 那为什么它是排在你的第三名 它不是会整理家里吗 就是它会做家事啊 哦 跟扫地基线一样 哈哈 很适合到做庸人就对了 不是庸人 是帮我打扫家里的朋友 哦 那它有酬劳可以拿吗 还是 它就是包吃包做啊 哦 就是养一个朋友在家里 就是整理房家 我和大家分享我的第三名宝可梦 这只 大家认得出这是谁吗 知道 我这是没什么颜色啊 不然它本身是我上个色好了 完全不知道这是啥 这就是我的第三名宝可梦啊 我们家里其实就有一只这个的玩偶 可是是 百变怪版本的 没错 我的第三名就是 梗鬼 为什么梗鬼会被我排在第三名好用的宝可梦呢 第一点 在它的身边气温就会降低5度 真的假 因为它是幽灵系的宝可梦 就所有人在它旁边都会觉得比较冷 那在夏天的时候这就很好用 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冷气 5度呢 你就不用开冷气啊 对吧 你有的时候 31度降个5度就26度就刚刚好 对吧 好狂哦 那是冬天怎么办 冬天可能就 你就先把它收起来吧 比如说它一整个东西就在星球里面 我觉得它还是 就牙一只 没有没有没有 听我讲 它还有 它还有第二个特殊能力 它还有第二个特殊能力 它可以跟益次元的连接 它可以收纳任何的东西 而且 是没有限制数量的 你可以带它去逛百货公司啊 干嘛的 你买的东西就给 就是请它帮你拿 那它就会塞到它的身体里面 回家它在通道再拿出来给你 这样子 旅行你就不用拿一堆包包 就请耿鬼帮你拿 第2名 第2名 登登 呃 可爱版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 我 我不确定 可是我猜 应该是百变怪吧 喔 怪勒 百变的哪是长这样啊 不然这是谁 可是这是可爱版的 这是谁 臭泥啊 哈哈 谁的臭臭泥长这样啊 啊我自己画的啊 很可爱吧 那为什么臭泥是你的 第2名宝可梦 它们不是主要食物是垃圾吗 哦 所以 就可以 平常生活的垃圾降低 对啊 就不会有制造很多垃圾 然后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样 感觉还蛮方便的 可是他们说他很臭耶 很臭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 统一集中在一区 其实很可怜耶 如果真的在现实中 我们需要臭泥来帮我们解决垃圾的困扰 可能就还要想一些政策啊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就是 他们会喝地下水耶 反正臭泥就是 喝地下水跟吃垃圾的长大 嗯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垃圾问题 听起来是蛮方便的啦 对 那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第2名 我的第2名 好用的宝可梦就是他 那为什么洛托姆是被我排在 第2名好用的宝可梦呢 因为他能够潜入我们的家电 他可以潜入我们的 微波炉 电冰箱 电风扇 除草机 今天 我们用微波炉来热我们的食物 那有可能会热过头 洛托姆如果在微波炉上面 变成微波炉形态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哦 快要烧焦了就赶快停止 那除草机也是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除草 虽然说他没办法 直接变成一个家电让你使用 但是他寄生在我们自己家中的家电的时候 我觉得会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他变成智慧家电欸 对啊对啊 他不只是我们人工的AI而已 他是真的有智慧的 他真的可以在生活上帮你很多忙 那你和大家分享你的第一名 他的那个圈可以跟任意门一样啊 哦 他可以从任何地方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他可以直接移动到那个地方 就是穿过去就是那个地方这样 就跟任意门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啦 对 听起来是很有 这个怎么可能可以不要呢 是啦 是还好啦 是不错 瞬间移动 可是我的第一名 宝可梦比狐帕还要好用 我的第一名就是他 是谁啊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梁吉拉吗 我觉得超明显的啊 他是狐帝 那为什么狐帝是我的第一名 好用的狐帕是我的第一名 好用的狐帕 他那两只棒子很好笑 那是汤匙好不好 那我来和大家解释一下 他基本上呢 他是能够解决你生活上所有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东西如果太重 拿不动 我从一楼要拿到二楼 可以利用我们狐帝的念力 来把它举起来 他会吃垃圾吗 关于垃圾问题 他也有解决的方法 是吗 因为我们的狐帝呢 他会使用瞬间移动的功能 你上学要迟到了 我瞬间移动 他就马上帮你带到学校 那我就用狐帕的圈圈就好了啊 你狐帕会用念力吗 狐帕会念力吧 会吗 我不知道耶 有人对狐帕熟了 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 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是瞬间移动 跟念力 你可能会觉得 任何一只超能力 寶可梦都会啊 那为什么狐帝 会被我排在第一名呢 我们的狐帝呢 他是我们图鉴记载的 他的智商 IQ 高达5000 他的IQ有5000那么高 基本上你生活上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问狐帝啊 他过目不忘 什么东西都记得住 谁的电话我忘记了 我们问狐帝 那麋鹿怎么办 不知道往哪里走 问狐帝 狐帝可以知道怎么追女朋友吗 当然可以 他跟IQ 什么事情都拿不到狐帝啊 是吗 没错没错 所以他知道怎么把妹吗 当然知道 狐帝什么事都做得到 狐帝是我最好用的 寶可梦第一名 是吗 没错 狐帝这么多的功能 会念力会瞬间移动 狐帝会吃垃圾 他可以把垃圾瞬间移动到外太空吗 他还是有 是可以这样吗 是不是 本来是觉得 应该要嫌狐帝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谁的宝可梦 比较方便 比较好用 我们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你们有觉得什么 宝可梦的能力非常好用 对我们生活非常有帮助呢 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帮我们按个喜欢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